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次中美贸易战打到现在这个样子 可以说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意料之外 当初中美之间贸易战 它本来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 可是北京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是完全失策 它摆出了一副要跟美国对抗到底的强硬的态度 它硬是把这个单纯的经济问题 变成了一个中美之间全方位的政治经济的冲突 其实早就有人说了 中国越早投降损失越小 可是北京的高层 他总是认为川普现在之所以这么凶狠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够强硬 只要自己再强硬一点就能把川普给压下去 那么北京高层的这一种所谓自信 他也是来自中国那些所谓的美国问题专家的错误观点 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 他们提出的错误观点主要是有两个 第一个他就是说美国在经济上已经离不开中国了 中美已经结婚了 成夫妻了 所以中美贸易战也就是夫妻两口子吵吵架而已 不会搞到离婚的地步 他们放出来的最有底气的话 就是说美国一旦离开中国 美国经济就要崩溃 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 他们提出的第二个错误观点 就是中国比美国有制度上的优势 因为中国是独裁体制了 如果你真的打起贸易战来 中国老百姓你承受多少损失 他都无所谓嘛 可是美国他是民主体制 所以美国老百姓一旦因为贸易战 他利益上受到损失 那么美国老百姓就会站出来反对 就会掀起一场反对贸易战的反战运动 就像当年越南战争 美国其实并不是败给了越南 而是败给了美国自己国内的反战运动 所以这次北京他也认为 一旦这一次贸易战 如果伤到美国的老百姓 让他们造成损失之后 美国的国内就会出现一个 潮涌般的反贸易战的反战运动 这样一来北京就不战自胜 可是把贸易战和越南战争相提并论 那完全是把事情给搞反了 因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 并没有得到任何物质上的好处 相反美国如果他停战撤出越南 反而可以使美国停止人员的 伤亡和物质的损失 所以美国的反战运动 其实是促成了美国政府从越南撤军 从国家的利益的角度来说 那是一件好事吗 尽管美国从越南撤军 他在面子上是输了 也就是说输了面子 可是大精英的理子 你尽管在面子上很不好看 但在理子上还是有利于美国人的整体的利益 而这一次中美贸易战完全不一样 美国之所以要跟中国打贸易战 就是因为中美贸易当中 美国损失了很多实际的利益 所以美国他要用打贸易战的方式来停止 或者减少美国的物质利益的损失 相反如果美国你现在停止打贸易战 那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畅就会更大 那么美国的损失就会更多了 因此美国对中国打贸易战 他就是为了减少美国的损失 所以美国人他为什么要反对呢 在这么一种情况下 现在美国的主流的民意 他都是赞成用强硬的态度来打贸易战 他没有一个反贸易战的这个民意基础 虽然说美国的少数行业和领域 比如说农业领域 他的确在贸易战中会遭受运行的损失 但是从整体上来看 这个贸易战他将减少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 当然是有利于美国的整体的国家利益 特别是现在美国的农民都表示 他们宁可自己躺枪 也要支持川普打贸易战 这样一来川普打贸易战就更没有什么顾虑了 如果硬要拿这个贸易战和越南战争拙对比的话 那么从大局来说 越南战争如果继续打下去 对美国是不利的 而中美贸易战如果继续打下去 对美国反而是有利的 美国打贸易战他只是赢了个面子 他却输了里子 所以美国也就放弃面子了 他选择我要选择这个停战 我要这个里子 可是这一次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 他是既赢了面子又赢了里子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停战呢 美国没有停战的理由嘛 因此呢 中国的所谓美国问题专家 他向中南海兜售的这些观点 全部是错误的观点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 专门是向中南海兜售错误的观点呢 这个呢也不能完全怪这些专家 中国有句古话叫说 上有所好下必慎言 意思啊就是说领导喜欢什么东西啊 下面的人就会迎合领导去搞什么东西 比如在大耀镜的时候 那时候呢 中国他这个报纸就搞浮夸风了 人民日报就放出了母产十万斤粮这个卫星 那也是因为毛泽东他不喜欢听坏消息嘛 他特别喜欢听那种吹大牛皮的好消息 什么吹的越多他听了就越高兴 所以呢 人民日报就专门看那什么母产十万斤之类的 放卫星的吹大牛皮的好消息 就是要让毛泽东听了高兴 如果毛泽东不喜欢听这种吹大牛皮的好消息 他能够听进去一些不是太好的坏消息 那么这个大耀镜他这是有错误的话 也会比较快的就纠正过来 可是呢 毛泽东他就是不爱听坏消息嘛 他只爱听好消息 1959年卢山会的时候 彭德怀就向毛泽东报告坏消息 就让毛泽东勃然大怒 因为在毛泽东看来 彭德怀说国家的形势很不好 你这不是就是在影射批评我毛泽东领导的不好吗 你这不是就是在反对我毛泽东吗 所以鉴于毛泽东的这种心态啊 下面的人都不敢告诉毛泽东坏消息 只敢告诉毛泽东好消息 即使是没有好消息 他们也要编一些好消息来让毛泽东高兴 如今习近平为首的中南海高层啊 似乎和当年的毛泽东也差不多了 他们是不爱听坏消息 只爱听好消息 所以如果有某个什么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 他要想要向习近平就如实的报告说 现在中美关系形势非常不妙 在这个时候啊 这个专家他就会非常担心啊 万一习近平就像毛泽东那样 如果你如实说中美关系非常不妙 他就或许会以为你这是在影射批评他吧 你这是在说他习近平领导的不好吗 所以你这样做不是在早死吗 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中国的专家也都非常充裕啊 他们就专门告诉中南海那些好消息 即使没有好消息嘛 他们也要编一些让中南海听上去很高兴的好消息 这样他们升官发财啊才会比较顺利 也就是这样 所以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 他们在中美关系上 他是专门告诉这个中南海对中国有利的好消息 这也就让中南海的那些高官啊 就从根本上误判的中美关系这个大局 那么对于这次中美贸易战 中国的那些专家们先是告诉中南海 贸易战根本就打不起来 可是呢 等到贸易战眼看见要打起来的时候 他们又告诉中南海 即使打起来 中国的损失不会太大 GDP啊顶多下降0.1% 这样一样的中南海又高兴起来了嘛 他们认为这一点损失我们是经受得起嘛 我们就不怕跟美国人应怼了 可是如果这些专家告诉中南海 中美贸易战的后果很严重 你GDP至少下降50% 那么中南海就硬吸不起来了 不过中国的专家他不会那么傻嘛 这种时候叫唱衰中国 把形式说的一团漆黑 那么人家就会认为你是不是没有用心啊 是不是要故意给我们伟大的党抹黑啊 所以在目前这个大环境下 对中南海只能是报喜 只能是喊好 你不能去抹黑嘛 要不然你要去报忧的话 那你肯定就麻烦你比较大了嘛 所以现在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叫做 只能报喜不能报忧的状况 在这个状况下 你不要说打贸易战 打什么战你都不会赢的 那么这场中美贸易战 中南海的态度是软硬啊 其实啊 他将决定将来中国是否能够 留在西方贸易圈的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世界上凡是加入西方贸易圈的 那人民啊 只要是比较勤奋 一般国家都会比较富裕 比如越南和朝鲜 在以前朝鲜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其实是大大高于越南的 可是现在的越南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是大大高于朝鲜了 这就是因为越南加入了西方的贸易圈 而朝鲜啊 它是被排除在西方贸易圈之外的 平心而论 朝鲜人的素质还是相当高的 他们这么一个需要的国家 自己能够搞出原子弹来 这也能证明啊 朝鲜人确实还是有智慧的 如果朝鲜人用这些智慧来发展经济 那么朝鲜的经济 如果进入这个西方贸易圈的话 那么他的经济水平啊 应该能够接近韩国的水平了 所以说如果朝鲜他继续要搞核武器 那么朝鲜就永远进不了西方贸易圈 他就永远只能贫困下去 而朝鲜进入西方贸易圈的唯一的希望 就是他们放弃核武器 这两者是不可兼得的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 就是被排除在西方贸易圈之外 所以中国也是极度的贫困的 邓小平搞改革开放 好不容易是把中国啊 就弄进了这个西方贸易圈里 加入了社贸组织 这也是中国经济这些年来高速发展的最根本的基础了 如果离开了西方的贸易圈 中国自己搞一个独立自主的经济 那么中国啊 只能回到过去那个用粮票定量供应的时代 你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大国崛起的中国梦了 将于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就可以说啊 如果中国在这次贸易战中 服软认输 接受美国的要求 遵守西方贸易的规则 那么不再当那个所谓叫违反规则的害群之马 那么呢 中国还是可以继续留在西方贸易圈里面 可是现在中国这种强硬的态度 就表示中国不肯遵守西方的经贸规则嘛 表示中国继续要当那个违反规则的害群之马 这样一来的话 那么中国就会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就赶出这个贸易圈了 因为你不遵守人家的规则 不遵守人家的规矩 人家就不和你玩了 你就只好一个人去玩吧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啊 正在拟定一项新的规则 就是要限制中国公司收购美国的科技公司 与此同时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商务部啊 也正在联手制定新的规则 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技术出口的限制 目的啊 就是要限制北京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 就是让中国的这个计划搞不成 还有美国国防部的官员最近透露 就是五角大楼正在调查 中国公司与美国大学的合作项目 还要限制和阻止中国的企业和美国大学搞合作 就是让中国无法直接利用美国最先进的科研成果 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还说 目前有三万多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的大学的科技领域攻读博士学位 那么鉴于中美关系这么一个情况 美国政府啊 他各部门都开始要重新审视这样的局面 他们要重新考虑这个中国留学生啊 是不是会给美国的国家利益带来风险 这也就是说美国将来有可能拒绝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大学啊 在这个科技领域攻读博士学位 这对于将来中国的科技发展呢 它会有一个致命的影响 另外呢 中国在海外招揽人才的千人计划 也被美国官员指责是列取美国先进技术的这么一个措施 那么现在呢 美国呢 他可能就会将来出台一个什么样的法案 就是要禁止美国的 就是中国华裔的人呢 就进入美国企业的核心技术领域 这样呢 他们就要防止就是有中国背景的华裔美国人啊 要偷走美国的先进技术 如果将来美国出台这样的措施啊 那对美国籍的华裔中国人在美国的生存和发展啊 会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上面写的几个例子啊 都是美国的例子 他都是远远超出了贸易战本身 这也就显示出美国要全面的围堵中国了 他不仅要把中国的企业挡在美国之外 还要把中国的留学生都挡在美国之外 等等这一些都显示出美国开始要筹划 一系列的就是跟中国要搞切割了 他们不仅要在经济上跟中国切割 甚至要发展到在文化交流上人和中国要搞切割了 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北京如果继续强硬下去 那个后果就是美国和中国完全切割 那么中国啊就会彻底从西方贸易圈里面就出局了 如果中国离开了西方贸易圈 等于是自己一个人玩 那么呢他只能玩回到毛泽东时代 那个吃不饱饭的向上了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